免费打字软体爱打字1.53 你在寻找免费的打字软体吗? 打字软体可以在线上出一些题库吗? 支援中打支援应打吗? 好,这边呢,我们就提供给各位 阿姚老师自己写了一套简单的打字软体 它就会有以上这些功能 它是免费的,可以中打,可以音打 那么如果你安装注音字型呢 它还可以显示注音 方便低年级的学生来做中打使用 那么各能方便的练习 英文课文的单字练习测验 直接用Google的试算表 做题库来源 那么就可以很方便的 让学生或让自己家的孩子 做练习做测验 那首先呢,在我提供的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去下载 下载这个免费的软体 影片的底下会放这个连结 那么它如果有出现不常使用的软体的话呢 你按保留就可以了 按保留,这没有病毒 那么下载好会像这个样子 有一个压缩档 那你可以去下载免费的7zip解压缩软体 把它解压缩软体 它会有像一个这样子的小软体 那你把它点一下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我们就按执行 做简单的安装 那么安装好了呢 它这边会自动打开这个软体 那等一下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使用这个网络版 那如果你要像这个有注音的话呢 各位可以去搜寻 在网络上搜寻 网络中的名体注音 网络中的名体注音 那这个也是免费的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下载 下载这个 免费的名体注音 那么下载好了呢 你只要对准它安装就可以了 对准它按右键 安装这个字型 好 那我们这个爱打字这个软体呢 预设的位置是装在C槽 K123 Typing153这个位置 那我们来解说一下 它这几个重要的档案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网络题库的位置 在这个QUSURL这个档案 那等一下我们利用Google的试算表来跟各位做这个练习 然后这个是本机端的练习 假设你不想要用网络出题 那你可以把这个题库呢 不管是中文英文可以打在这个地方 你就把更改这个QUS这个档案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最底下不要有一个空行 不要这样空一行 不要像这样空好多行 那么中文英文都可以 这样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么你只要注意一点 就是最后一行这个不要空白 这个都要删掉 像这样把它删掉 删掉 然后我们储存 那像这样子呢 你去开始测验的时候呢 它就是去抓本机的这个题库就是抓这个 抓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最上面加入几个英文单字 假设加两个英文单字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就是第一个是cat 第二个是dog 然后再来是中文的 你也可以中英文这样来搭配 那么这个图示呢 当然会在你的桌面建立洁净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个桌面上会有这个图示 那我们底下来练习一个是利用 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利用Google的试算表呢 我们首先在你的Google的硬碟里面 新增一个Google试算表 那也一样的这个 我们可以先把它改成叫做 单字测验 那么你可以把 你事先准备好的这个单字呢 比如说某一刻的单字 我们就把它建立在这个试算表上面 贴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档案 公用 发布到网络 那这里呢我们选择连结 CSV 然后这里有一个 内容你要检查一下 这里呢预设是打勾的 你不要取消 就是你有更改 单字更改内容 它会自动重新发布 这个是打勾的 然后我们按发布 好 那我们把这个网址呢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然后我们到 这一个 C槽 K123 Typing这个位置呢 把 这个网址 QUSUIL 这个档案打开 我们把刚刚这一串分享的网址贴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储存 关掉 好 然后把它打开来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这些单字呢 就会自动捞进来了 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测验 这边我会显示线上提库 好 那你刚刚建立的这些单字呢 你这一课的单字呢 或者是你 针对这个 学测 基测的 测验的单字呢 我们就可以 反复的练习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用呢 欢迎来下载 欢迎多多的推广 谢谢大家 谢谢收看的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